今天又是姜濤的綜合報道新聞 今天是2023年2月5日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首先講一切的新聞之前 先講了 十大金曲中文 十大中文金曲的選舉 開始了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獎項在2023年2月4日開始 至18號 雖然今天是5號 昨天已經開始了 所以 其實在各大英文團 或者ID group 已經在講這件事 今年為什麼有這件事呢 原來是十大中文金曲 原來是講 廣播了95週年的十大中文金曲 所以這次是一個特別的音樂選舉 所以大家支持姜濤的話 記住去投票 投票日是2023年2月4日 即是昨天開始 至2月18日 我曾經試過進去投票 很簡單 它有一個網站 基本上你進去就可以了 那怎樣投票呢 雖然它今年呢 就有5個獎項 十大中文金曲獎 優秀流行歌獸大獎 優秀流行華語歌曲獎 最有錢導師人獎 以及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 但是呢 如果我第一時間上這個網站看 你們呢 就記住呢 如果是支持姜濤的話 支持姜濤的話 支持姜濤的話 就投第50號的姜濤 那50號的姜濤是說 優秀流行歌手大獎來的 那它有什麼歌呢 如果有歌呢 就可以投選十大中文金曲獎 那就投十首 其中呢 一首呢 就是第93首的風雨不改 那就是姜濤的 那在它的網站呢 就有得選擇 選擇這首歌 風雨不改 還有選擇姜濤作為這個 優秀流行歌手大獎 那暫時我看到這個獎 我不知道是網頁未update 還是怎樣 那所以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 是不是通過投票 還是我們究竟有沒有投票呢 我還未看得到 但anyway 我在下面會貼到連結 大家記住去 這個叫做 廣播九十五週年 十大中文金曲 五年之後就一百年了 這個叫公眾投票 那現在開始了 記住記住去投票 那你說十大中文金曲 是不是一個本地的 重要的投選的項目呢 我覺得起碼它是大型 一些社交網站 自己做出來的投票活動 這個因為是牛角歷史 所以其實今年的一間消聲匿跡 好像沒有了這個獎項 我高等級都覺得奇怪 其實我一直幫助香港電台的網址 所以基本上 原來它是配合95週年的慶典 所以這次才舉行 這個十大中文金曲獎項 我希望如果你是姜濤的支持者 就記住記住去投一票 幫助姜濤有一些選舉 實至名歸的 反映到去2022年的努力 甚至是去出道以歷的努力 大家踴躍去投票 其實相當之簡單 在下面的連結就有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其實今天我都會講幾宗 不同姜濤的消息 另外有一宗消息 就比較國際化了 國際化就是講什麼呢 如果聽我頻道的聽眾 就未必知道的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些宣傳電影網站 或者是投票網站 其中一個網站 就叫爛番茄 爛番茄是一個什麼網站呢 它想當年做出來 是為了抗衡一些 叫做布斯卡去頒獎 爛番茄就專門選一些 投票相反的 譬如說一些不喜歡的電影 就可以爛番茄投不喜歡的票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它已經成為一個 最主要評論電影的網站 無論好的電影 和不好的電影 都會在上面 是世界各地供應一個 比較準確的網站 然後有網友 近日發了給高登仔 叫高登仔 講一下 因為剛剛有了第二個 上了藍番茄的 平價平台 那樣呢 重點就是 暫時 就沒有人投票 但是近來 有些網友就說 那些欣賀 開始因為 香港 攻擊不到姜濤 所以 它開始向那些 爛番茄那裡 就開始投票 說 媽媽有了第二個 是一個爛番茄的電影 什麼叫爛番茄 就是說 一部不好的電影 它希望在藍番茄這個網站 就令到 Mile的這部電影 變成一個很差的電影 哇 我心想太過 太過不好心腸 但是我 高登仔 就立刻 上個藍番茄網站 我也看看 然後 發覺 暫時的投票人數不多 那我就再次呼籲 各位 即是聽我的聽眾 或者是姜糖 或者是姜濤支持者 也好 去一去這個網站 投票過 讚的 就不要投票過 爛番茄的那個 去讚 剛剛有了第二個 這個電影 其實很容易搜尋 因為是一個 英文網站 它沒有中文 那你就上這個網站 爛番茄網站 那我在下面都會 連接到 叫做 然後打 媽媽Affair 然後 我就會看到 電影的評論 和評分的 極好 你直至要卡住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經常說 Decatars 真是無所不容其極 那我們 要給它更進一步 更快 當然傳統傳媒 你不會做這些事情 有很多Youtuber 你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 其實做這些資料搜集 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但是你聽著我的頻道 我會給到你 你在短短的影片當中 我會給大量姜濤的資訊 所以呢 而這些資訊 有助我們 如何令姜濤 避過那些 HATERS 在一些正常的發展軌跡 我們如何幫助他 所以爛番茄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也很感謝 一些網友 發一些資訊給我 漸漸這條頻道 就變成了 資訊集中地 姜濤 就不只是講姜濤的一些生活小指導 是講大是大非 很多國際 或者本地的新聞 就在這條頻道慢慢集中起來 我都很多謝 很多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 跟著第三則要講的話 近來有傳統媒體分析 Anson Lo和姜濤 其他資訊的差異 他本身覺得很無聊 但網友就說 看一看吧 這個很值得一看 還有一些數據法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進去看 原來呢 一看一不是 一不看又自可 一看就覺得很驚訝 驚訝做什麼呢 居然傳統媒體比較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一些帖 是指Anson Lo的Haters 就是去畫Anson Lo 最主要就是畫他 翻唱張過榮 偷情那首歌的筆仔 在連登那裏有個帖 那他就比較什麼呢 比較姜濤 比較姜濤什麼歌呢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喜歡你 這個姜濤 原來他就比較了 一個姜濤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喜歡Anson Lo 以及比較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喜歡姜濤 那兩個姜濤呢 好無聊啊 我覺得這個傳統媒體 你自己想啦 我不會貼他的連結去幫他宣傳 他一比較就說 這個題目就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連Anson Lo 連抱歉Anson Lo的姜濤 都不及反對姜濤的姜濤 這個叫做反反比較的理論 那他就特意呢 將兩個negative 我們說負面報道呢 就作出一個比較 而從而去強化姜濤 是多麼受歡迎 OK 大家不明白這個理論 不要緊要 我簡單說一句 就是說呢 他現在呢 假設Anson Lo和姜濤 都是不討好討厭的人 那他就將兩個的post 就作一個比較 然後就反正了 姜濤 在無論各個層面 都是受歡迎的Anson Lo 那我就覺得呢 我告訴你 我看這麼多傳統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這個真是 最... 最... 沒有營養的一個報導 第一 他的議員比較立論 是完全錯誤的 作為一個傳統媒體 我相信你讀過傳理系 是吧 你居然這樣做一個立論去比較呢 第一 已經是一個荒謬絕論 人家作... 統計比較 是不會這樣做的 第二 你作一個反反比較的理論 去全... 這樣去比較呢 是一個呢 侮辱了歌手的做法來的 第三 我都... 作為一個傳統媒體 好心你不要再在網絡找資料 去作為你的報導 你自己做一下功課 你自己去做一些訪問吧 你可不可以訪問Anson Lo 訪問姜濤 雖然我也知道 你應該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你起碼到一個第一手的訪問 第一手的資訊 你不是copy 不是去抄襲網絡上的資訊 你不是堅持在自己出一篇報導嗎 即是我覺得現在傳統媒體 即是有一個... 即是抹落的趨勢呢 真是不怪得人 是你們自己一手造成 起碼... 我高登仔這條頻道 全部... 我都是一手資料自己做 我是沒有抄過其他... 報道或者其他的網絡 我全部是自己做 全部的報告是我自己網絡上找回來 然後消化了 距離異明 這樣去告訴我 觀眾 就算我這些綜合報導 我自己也是搜集了 姜濤的所有大大小小小不同的消息 每一天消化了 他怎樣容易簡單地發聲給我的觀眾聽 並不是... 官自過自這樣抄 然後用抄款的方式去報導 那我覺得... 那我其實做得好過傳統媒體 所以... 其實... 不怪得... 那些觀眾 會開始... 比攝 或者甚至... 不看傳統媒體 轉為這些網絡媒體去看 對不對 那我也很感謝觀眾 即是說... 會欣賞高登仔這條頻道 但其實我作為姜濤的支持者 我很喜歡姜濤 那我做這條頻道呢 一來都是滿足省自己的開心 二來如果做到些事情 可以幫到姜濤的 何樂要不為 而不是這些傳統媒體 一味... 嘩中水寵 吸引別人的資料 又不寫回我 那... 高登仔這條頻道 都... 我真的跟大家說 幾次... 很多次被傳統媒體 copy 所有資料去報導 但是呢... 完全不採用 是我的網站拿出來的 不過... 算了... 幫到姜濤就算了 但你不要把我的資料呢... 負面化... 它叫來打擊姜濤 要不然呢... 我就開你的名字了 對不對 這樣啦... 即是生了一輪啦... 希望傳統媒體可以 稍稍有改善啦... 那... 那... 還有另外一則報導呢... 就說... 那... 姜濤呢... 就... 在MIRROR 十二指呢... 就... 叫做怎樣呢... 是... 少數幾個呢... 就沒有開自己... 品牌生意的MIRROR 成員 那... 他呢... 就作出一個比較 那...就說呢... MIRROR 十二指之中呢... 就有很多人呢... 就出這個自家品牌的那個... 那... 近來... 有很多人啦... 那... 但是呢... 就有網民的話啦... 如果姜濤... 如果姜濤... 願出這個自家品牌的... 生意... 那... 真是不知道出什麼啦... 那... 但是呢... 也有網民就... 很熱心啦...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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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這個話題啦... 那... 那...有很多人就說啦... 現在其實姜濤... 應該是拍什麼廣告呢... 拍賣樓廣告... 或者是出自家品牌... 或者是叫雜資自己建樓啦... 這樣... 對不對... 他自己應該雜資是一個叫姜濤灣啊... 或者叫做姜濤園啊... 這樣的... 或者是姜濤花園啊... 一定是大賣啦... 那一篇... 網絡的討論呢... 就說他啊... 他啊... 自己本身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中型... 還是大型... 地產... 的... 叫做... 地產建築商... 的職員的... 那他老闆娘呢... 就... 曾經討論過呢... 他就以這個姜濤... 即是他... 這個老闆娘就很喜歡姜濤的... 那他就說呢... 曾經討論過呢... 就建一個屋苑... 以姜濤為名... 姜濤苑或者姜濤花園... 我不記得了... 因為太久以前了... 這個Pose... 那... 大家都覺得... 好... 應該... 姜濤要出一個自家品牌的東西啦... 那... 今天這個... Pose 的討論呢... 就覺得... 喂... 其實姜濤也是時候... 嘗試在這個領域發展啦... 出一些自家品牌的產品啦... 那... 那... 我又覺得... 真是不謀而合... 是吧... 如果... 剛剛說... 你不要說... 整一間屋苑那麼誇張啦... 姜濤家沒有這樣的財力啦... 在這間屋苑是動用幾百億... 是吧... 那... 如果去找人合作又不一樣嘛... 但我們先不要說得那麼遠... 我覺得有些網友都說得非常好... 譬如... 如果姜濤說一下... 是吧... 出一些... 叫做產品... 是吧... 這一間屋苑... 有大愛... 有正能量... 會不會出一些產品是正能量... 可以幫到其他人呢... 是吧... 出一些產品... 譬如說... 你可以... 好睡點的... 是吧... 可以... 呃... 做完這個產品... 個人會直接開心一點去做事... 那就可以了... 其實... 如果... 現在普遍上... ERROR... 或者MIRROR成員... 可以出一些... 做一些生意... 通常都牽涉到一些服裝品牌... 或者是... 飲飲食食... 如果姜濤... 可以... 在這個... 健康產品... 那裏... 做一個... 發展... 即是不是代言人... 直接他自己... 做一套生意出來... 以他的名義... 去搞生意... 我覺得... 一定會成功... 是吧... 你不要搞其他... 飲飲食食...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搞... 服裝品牌... 也都不需要啦... 現在就有其他人搞... 我覺得你搞健康產品... 不是說吃那些... 即是... 製作一些健康產品... 是可以幫到... 其他人的... 是可以發揮能力的... 那這些... 我覺得是一個... 你的方向來的... 那當然... 這個也是... 只是... 屬於... 麻糞的討論啦... 那... 我覺得都相當有趣... 相當呢... 是... 應該呢... 要... 記住這個POST... 去日後呢... 當姜濤肥仔發展... 我們可以再調整一下啦... 說到這些品牌呢... 近來呢... 有人兜售... 假演唱會的票啦... 話說呢... Live Food音樂呢... 就在2023年呢... 就有一個... 將會有一個... 叫做... Ian,Anson Kod... 和陳雷,Live Food音樂會... 喂... 近來呢... 有些假網站... 假POSE... 就說呢... 可以... 預訂... 這個... Live Food演唱會的... 門票... 那就... 糟糕了... 按進去呢... 原來真的有些... Whatsapp... 有些... 群組... IG群組... 就說可以買到票... 那... 也都... 有關方面... 已經出來澄清了啦... 嗯... 沒有這些事的... 因為Live Food演唱會... 是不可以買出來的... 因為不會有買... 買這個... 機仔... 它只可以通過一些... 會員仔去... 去抽... 或者是... 怎樣贊助... 拿的而已... 那就不可以買... 那我就不知道... 我的途徑是怎樣... 甚至... 有些POSE... 就說呢... 即是... 如果... 按一下... 有些假POSE... 我告訴你... 這些全部是... 欺騙的行為... 喂... 原來不單止... Live Food演唱會... 有很多... 什麼... MIRROR演唱會... 2023... 什麼... 姜濤獨家演唱會... 喂... 原來都有的... 這麼假都有人相信的... 都會弄出來的... 譬如我這些... 這麼緊貼... 姜濤新聞的人... 一看已經知道... 是假啦...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騙徒弄得出來... 那真的會有人相信啦... 我現在再次呼籲... 所有啊... 所有網上... 說賣演唱會... 會有些群組... Facebook... 千萬不要相信... 全部都是假的... 根本不需要通過這個途徑... 雖然... 以往2022年... 出席一些音樂會... 頒獎典禮... 或者是電視台搞... 或者是... 一些坊間搞的頒獎典禮... 都要通過不同的形式... 即是五花八門去搞... 但是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甚少... 如果這些群組... 我不知道是不是黃牛飛... 還是什麼呢... 一定會打擊啦... 叫做... 叫做... 黃牛啊... 或者是買賣票呢... 它完全不苦力炒賣... 所以呢... 如果你們真的想知道... 這些... 音樂會或者演唱會... 一些資訊... 怎樣... 怎樣得到這些門票呢... 那你們當然可以去回... Crupp Group for M8 自己研究啦... 那但是呢... 如果你們沒有時間研究呢... 那我都說啦... 你是不是找相對的渠道... 譬如... 一些懶人包... 譬如... 你聽高登仔都可以啦... 我都會收集一些... 一些演唱會呀... 音樂會呀... 頒獎典禮... 怎樣投票呀... 什麼時候投票呀... 的資訊給大家去參考... 那所以呢... 大家真的... 如果你們真的... 再次呼籲... 你們如果見到這些... 群組... 說買買什麼東西呀... 可以幫你怎樣買呀... 那這樣呢... 那就小心點啦... 是吧... 我覺得九成九都是假的... 千萬不要相信... 是吧... 就算打正旗號說... 什麼什麼什麼... 後援會什麼什麼... 那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嘛... 就是可能你... 有街日開這些群組... 這些後援會就知道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聽眾... 啊... 我都不是很活躍這些地方的... 那如果你突然看到網站說... 什麼什麼後援會怎樣賣呀... 怎樣推廣這些東西呢... 小心小心... 小心處理... 還有不要輕易... 給錢人家... 或者在網上購物... 那這樣東西呢... 就高等就是一個... 終局啦... 因為我見到都... 好像有人受了騙那樣... 唉... 說到這些都有點極了... 好... 那如果說呢... 一個... 活動呢... 這個是真活動啦... 話說呢... 在這個... 文化中心... 近來有一個活動... 叫做LEGO展... 那... 看到其中一個... 姜濤的支持者... 他沒有說自己姜濤... 我叫姜濤的支持者... 或者MIRROR的支持者... 他就在這個LEGO展... 應該是有一個展覽... 展出... 那就好漂亮喔... 那他呢... 就用LEGO... 就砌了MIRROR十二指的... 各個的大頭的照片... 還有... 另外一些... 立體的LEGO... 的... 展出... CORRA... 以及一些電影海報的... 用LEGO砌出來... 哇... 相當之漂亮...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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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都去了看,很多人捏著這些剪板 有MIRROR 12紫蘇出來 我自己主觀當然去看看姜濤的製成品 他用LEGO砌了姜濤的樣子 一個正正方方,拼了MIRROR 12紫蘇出來 相當漂亮 近看就沒什麼,因為近看你會看到一堆LEGO 但遠看就很輪廓 我自己都驚嘆,用LEGO可以做一些拼畫出來 看到姜濤的樣子 但其實這個活動已經結束了 其實是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已經結束了 但不要緊 我自己都報道給你們 我自己為何要這樣去報道呢 因為見微之處 只要有姜濤的新聞 我們都應該去努力去說出來給大家 但你說完了,沒得看 那我又不用擔心 如果這些活動是多人參加或是好評的 那我以後再舉行長一點時間 因為這次很短 那我以後做一些長一點時間的展覽 多一些媒體去報道 多一些網絡人去處理 那我相信以後是多一點時間去看 還有聰明有機會 所以大家放心放心 那第二天呢 就一定再有一次看的 那我希望呢 這位參加者呢 第二天如果再有這些LEGO展呢 他砌得這麼好呢 那有機會再砌多一次 那大家都希望再看到他的作品 那這就是我的一個很開心的活毒牙經歷 那跟大家說回來 那這不是介紹的 應該已經完結的了 LEGO展啦 OK 那再說回來 那很多網友就說 咦其實原來呢 有很多網民呢 就去了解一下姜濤的發展 那原來呢 除了香港網民之外呢 內地網民呢 近來呢都很關注姜濤的發展 那呢 在我昨天報導了 姜濤的一些 調教力MIRROR在國內呢 一些串流平台呢 就很多人追捧之後呢 原來呢 有網友就跟我分享 哎呀是呀 其實呢 姜濤的一些片呢 在國內串流平台呢 網站呢都很受歡迎 那我就 因為今天我就自己 多一點時間去看一下 試一下去看全流平台 有很多全流平台的 你知道嗎 就是內地 那我看到呢 在我掃的那些 post之間呢 我就看到 嗯 有一些留言 嗯 就是當然有 少部份 對於姜濤錯出了一些評擊 但是其實太多數網民呢 對於姜濤呢 都是很友善 和很 很認真 他認真去給一些留意出來呢 去鼓勵姜濤呀 去給出一些真摯的感受 那當中呢 我自己呢 有一句呢 就真的好 很有感受 那他呢 就說了 他說 說實話 即是他 有很多片呢 是說回姜濤過去和現在的 一些跳唱的片段 他說 說實話 嗯 他說如果姜濤 嗯 作為一個新的偶像明星 他說呢 一邊跳一邊唱 可以去到這樣的 這樣的樣子 已經覺得很可疑的了 而且 又有颱風 而且 在舞台上有颱風之餘 又有氣勢 不協調 整體吸引人的感覺 好像 就不會被人特別追究一些 不會去追究一些細節呀 不會花巧動作呀 全部都是出於一個真心真意的表現 是吧 所以呢 有識得欣賞的人 自然會欣賞 你不懂得欣賞的 那你就不要欣賞 亦都跟我走開啦 即是類似這樣 真的可以用簡筆字體 我都 好 看看吧 其實這段我自己很有感觸 因為呢 其實 我在描寫的就是 姜濤的一次表演 那一次表演 他一個颱風 唱功 全部 是受到認同的 這個姜濤 我正正想一下 一代巨星 Michael Jackson 他自己也曾經說過 表演 是表演自己 不是表演給別人看 所以你看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的表演 全部都是發展內心的喜悅 和去跳舞 這就是正正他成功的原因 所以 姜濤 今時今日 我看到一些帖子 內地網民都非常欣賞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 姜濤 漸漸漸 漸漸受到很多人的認同 和欣賞 並不是一些傳統媒體說 他被受評跡 我覺得這些都是以正事正 今天舉了一個帖子 去例證姜濤是多麼受歡迎 多麼多人欣賞 知道他的成績 這件事真的要說出來 當然傳統媒體不會這樣跟你說 最後一件事也說到了 近來高登仔發現 那些欣賞又出來 正正就是 證實了 之前有一個帖子說 原來之前平靜了的欣賞 只不過是放假 放龍力新年假 原來他們都有大假 然後他們出來 就開始抹躍 去搞姜濤 他們轉戰的方式有很多 剛剛在我不同的報道也說一下 無論在不同的平台 他們又開始活躍 他們是停了一輪的新年 年初一二三 或是年三晚開始 近來他們又活躍 但我可以跟你們說 其實你們的勢已經完結了 你們不需要再去搞那麼多 那些假扮姜濤 在這裡發一些貼文 在這裡說姜濤 在這裡嚇嚇姜濤 這些這樣的客位 因為其實現在也沒有人管你們 你們這樣做 只不過是去力管狂乱 我可以這麼說 力管狂乱 希望可以再做到一些事情 你們都知道 你們這些貼文已經去到一些廢的群組 廢的貼文 我不知道你們是為了交代還是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有很多haters 已經是轉為真正的姜濤 以及他們都開始後悔了 是吧 以往我都說 有些寫一些公開信後悔 有些真的成為積極的姜濤 去支持姜濤 是吧 去promote姜濤 這些就是一眾haters 力管狂乱的表現 他們已經成為網絡的 完結的一個階段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們 再出來不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你們積極去promote人家好的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 你們是不是都可以當是一個工作來的 你promote人家好的東西 那你就去promote人家的一些產品 你們打字那麼厲害 你們有了攻略 那你們將它轉化為正能量 那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人牌我所發現到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haters 就真的改過自身了 不要再這樣做這些事情 你玩狂難倒的了 那你們只會一直萎縮失敗 所以大家 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姜濤 希望在日後的日子 姜濤再出來 就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 有能力 什麼叫做在眾多負面聲音之中 匆忙重生 是吧 好啦 那今天的新聞就暫時報到這麼多 其實還有很多新聞的 那但是那些呢 我篩選過 那這些值得說 那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這樣 那今天2023年2月5號 那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呢 就完畢了 那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報導 姜濤的所有的新聞啦 那好吧 今天段片就是這麼多啦 拜拜